我喜欢范园树这一类的文章 我觉得它比很多文人的东西 我觉得更生动 更有力量 我恰好看了这篇文章 我看了过后我就转发了 我喜欢范园树文章里面那种锋芒 他嘻嘻哈哈之中暗藏褒贬 他是揭开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痛点的 不仅是他个人家庭的痛 其实是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痛点 很多的都市人 很多的自以为文学的人 常常他们的文章是没有触碰任何痛点的 是一种很圆滑的写作 那我们说大家在争论范园树的这个文章 到底文学性怎么样 它也没有标明 它是一个文学作品 我说范园树就是一个 他说你可以把它视为他自己的一个回忆录 自己一个回忆录的开头 我喜欢范园树这一类的文章 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的有它的价值观 提供的有它的生活 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东西 至于说文学性上面说 我觉得它比很多文人的东西 我觉得更生动 给你尤尼人 感谢观看